最近有位网友自述,他因凌晨3点点身喷射战时而被紧急送医 在注射室里,该网友强忍贵样观察输液器的低壶 发现一夜滴下落到夜面时会短暂停留并滚动一段距离 于是想知道成因 这种现象一般认为是水分子之间的轻件强作用力所致 由于这导致水的表面张力很高 而水滴又比水面的表面张力更大 以至于水滴表面崩得过急 克服了和水面之间的分子间引力 造成二者短暂的不相容 这个说法虽然合理 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夜滴里的夜滴下落高度 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能停留在夜面上 经研究发现 水滴其实是通过一种卡bug原理而暂时稳定在水面的 要理解该原理,不妨先看个案例 有人航拍时手一滑,相机便从飞机悬窗掉落 结果这个相机在下落中达到匀速 并被气流推动 以稳定的转速翻滚 这竟然让他记录下 以固定视角拍摄大地扑面而来的画面 一直持续到相机最后掉进猪圈里 这个案例说明 如果相机每秒钟拍摄60帧画面 而它下落时的转速又正好稳定在每秒60转 这样镜头每次旋转到相同的对地角度时 就会拍摄一帧 也就是相机的翻滚和拍摄动作形成了偶合 才记录到稳定的画面 与之类似 液滴能够稳定停留在液面 也是动作偶合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时间放慢 会看到水滴撞击水面的瞬间 接触点的压力在推动水面向下震动 此时水面来不及闭合而砸出凹坑 很快水面又开始向上震动 而凹坑周围的水 则被向下逐渐增大的水压推动 从坑底向水面依次闭合 挤压其中的空气以超音速喷出洞口 并在水流装击高压下形成向上的射流 于是水面向上震动时 凹坑的射流会汇聚出上抛的水滴 这个新抛出的水滴掉下来 再次推动水面向下震动 出现凹坑 并在水面向上震动时 抛出新的水滴 从慢动作看 这显然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 但如果把水面的震动频率 提高到十几至几十赫兹 那么过快的交变速度 就会使水滴来不及向水面排水而缩小 或从凹坑的射流里吸水而增大 既然不增不减 那就只能保持原样待在水面上 因此从一定高度下落的水滴 会激发水面 以合适的频率振动 正好和水滴的上抛下落动作形成偶合 导致水滴卡住了水面的bug 能够稳定停留在水面上 同时我们发现这个水滴还会向旁边滚动 原因是水面向下震动时 水滴是砸在了自己制造的凹坑里面 而不能侧向移动 但水面向上震动时 水滴就被顶到了斜坡上 可想而知它根本站不稳 只能顺坡下驴 于是就向侧面下滑微小距离 只要水面持续震动 水滴就会因间歇滑落而向旁边滚动 根据此原理 正在输液的网友不禁联想到一段往事 有一次他乘坐独木舟顺水漂流 突然发现忘拿船桨 情急之下凭本能站在船尾上下颠 结果发现这样也能让小船前进 当时他并不明白其中道理 但根据输液器里的 液滴卡巴格停留原理 他恍然大悟 其实脚下的小船就像那个液滴 只要身体以一定频率施加冲击力 就能让小船和水面同步上下震动 这样每次水面向上凸起时 小船就会像液滴一样 沿着水面鼓包下滑而移动 因此只要身体以一定节奏上下颠 就能让小船不断从自己制造的隆起水面向下滑 从而实现自己造浪 又自己冲浪的搞笑式前进 同水面向上振动形成的鼓包 使自己从高处下滑而获得额外动力 一个合格的皮滑艇运动员 能够将滑降时身体下冲动能的3% 因此同样是利用了水滴的卡巴格原理 获得了不断溜泼的助力